这是第一个被服侍的人 然后刚刚使徒跟他说 你知道你要得意志释放 你需要先饶恕一切的人吗 然后这个人跟他确认说 我知道我必须饶恕所有的人 使徒的意思是 如果你愿意饶恕所有的人 神怜悯就会临到你 他是胃的问题 我的名字是Robert Yewet 我今年54年 我住在阿曼尔 然后这一位呢 是我们的好朋友 是认识的人 我只是在肩膀上的疾病 我曾经过扫断 那这一位大叔呢 他全身都手术 手术十几个地方 他从前胸后背 肠胃一直到这个 下半身 多处都开刀 一直 好了一个问题 冒出另一个问题 好了一个问题 冒出一个问题 后来我们的朋友发现 这可能是有问题 有咒诅 于是就邀请他 来到这个使徒大卫这边 这是我们认识的 所以现在使徒带着他做一个绝治的祷告 重新绝治 求主耶稣 进到我的心中 做我的救主 让你的灵 进到我的心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先接受耶稣 他是基督徒 但是他 想重新绝治 因为使徒有时候看一个人 他的状态好像 是个基督徒 但又不像是基督徒 他就会请你重新绝治 祷告 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给他拍下来 这个 这一位先生呢 他是不能走路的人 他几乎无法行走 请看下来 请看下来 看下来 看下来 两个人是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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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go before what you see then it means you are getting used to it it's not a routine are you listening to what i'm saying to her when you get used to what you are doing you always go ahead but if you wait you follow so everybody will learn from that because i might pray for you you will not shake physically people see you but it because i can pray for you you don't feel anything but suddenly whatever that you're complaining about is gone you see the spirit 使徒说的意思是当我在为你们祷告的时候有些人或许会 身上某些部位是颤抖的 但是也有一些人没有这样的现象 并不代表神的能力和恩纲没有进到你的身体里面 所以我们在接受 神人服侍的时候不要去看外表彰显 强调的是这个重点 另外就是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心中很单纯的领受就好 不要想太多 也不要在祷告的时候自己祷告 就是领受的时候是当下不要自己在心里祷告 就是很安静的领受他服事 这个弟兄的状况是有点严重 因为他 很多器官和很多组织有问题 所以他被安排在最前面祷告 使徒意思是要让他站起来 手举起来 使徒说你的自由了 已经是在身上 我会有适当的 我们在身上 对您想做细标 却是震植 震柳 似乎 这是 這是廢爾問題 這一個老母親 奉耶穌的名出去 因為他發現是血淋彰顯 謝謝耶穌謝謝耶穌謝謝耶穌 謝謝 謝謝 科學 謝謝 她會有很多要告訴你 發生什麼事 當你感覺到那種冷氣 進入你 我們就說 什麼事 我們只是祈禱 它沒有開啟去製作喝酒 所以你會看到那種泡沫的水 怎麼能夠形成 進入一個物體 進入一個腦袋 因為這個老媽媽她是肺部有問題 所以使徒在噴很高水的時候 並沒有打開瓶子給她喝 而是讓她把這個水蒸氣吸進去身體裡頭 所以這個有的人感覺是 有一股涼涼的東西進到身體裡 有人感覺到是很火熱的一股力量進到身體裡 每個人感受不太一樣 好 张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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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俊ór 但恩高水也送给他 她坐在这里 没有咖啡 我们的整个服务都讲了 你听咖啡吗? 她坐在这里 为什么我来到她 她说 就是说 神的同在降临的时候 一个人得自由之后 他的彰显是继续的 而且是可能 把一些不好的东西都派出来 使徒说 喝下去 这个恩高水 在这一个事工里面 无事的阶段会强烈的感受到神的同在 所以她说 你要去手术 对不对 虽然手术本身没有错 但是你在做这件事之前 要得到神的引导 所以神的引导之下 有两种解决的方法 一种是神指示 很好的医生 为你进行很好的手术 或是你不需要手术 在这边得医治 那这是肠胃的问题 那这是妇科 卵巢子宫 问题等等 奉主耶稣基督大人的名 进行 继续演对她的动作 非常明显 这是她的意思 I'm free. Thank you, Jesus. I'm free. Thank you, Jesus. I'm free. Thank you, Jesus. I'm free. 然後這是糖尿病的 她是手腕痛同時她的糖尿病 乙型糖尿病 看她的右手動 奉耶穌基督大能的名 使徒禱告的時候經常會拍手掌跟膝蓋 還有額頭三個地方 現在進入到靈裡 特殊服飾 這也是卵巢的問題 所以醫生說這個懷孕基本上是沒辦法的 這是子宮卵巢問題 然後她手術醫生沒把握嘛 就失敗了 所以回過頭來尋求神 所以回過頭來尋求神 使用基督大能的 阿尊 讓人治療 然後這個 嚴重的話會致命 所以 有可能是會導致死亡的一種疾病 如果醫生沒能處理的時候 真的是很危險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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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去 demonstrates 他們測試 神經病 那这个是平日的主日 所以不是 这个女的曾经家里发生暴力伤害 所以她不但曾经砍了自己脖子一刀 也想要杀她的小孩和丈夫 所以这个邪灵导致很严重的家庭争吵 甚至拿刀去护砍 所以她说这个问题她知道是邪灵引起的 她来寻求帮助 脖子上有一刀 她们有关的问题 她们刚刚刚说了 她们根本身有关的问题 她们下方就有关的问题 她们有关的问题 她们的问题是 感谢观看 我们在看的人平心心领受 这个恩高就会领到我们 在心中默想神的恩高和恩典也会领到我们 身上不舒服的地方 求主也让你有一致的恩典 得一致了 这恩高是很强的在现场 所以平心心领受可以领受得到现场的恩高 这是严重的高血压的人 说他哪里不舒服 所以这个很多人高血压是肾脏病 像这个也是肾脏出问题 所以血压就异常 然后有血栓塞 可能会导致偏瘫的 血压循环有问题 使徒拿到一罐没拆过的 他就会手忙脚乱 因为他的门徒 没有先把这个恩高才拆开给他 人会用自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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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inue to watch as the subtle of the spirit is working in her life 有人是第一次进来 我讲一下就是这个使徒 他是灵里头服饰 跟一般人一致释放不一样 特殊得呼召的人才可以 做这一类的事情 用拍手的方式 是把人身上的黑暗诠释赶走 这一个人是癲弦的 这一类是邪林来的 那如果你去看医生 医生很先进的设备就说我给你脑神经 主治医生把你脑子打开来手术 那这一位弟兄他就是去开了脑袋 发现癫痫没有完全好 基本上有可能不会好 因为这是零的问题 但是医学上认为是脑神经 有这些不当的放电这一类的事情 所以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一类的事情 开脑子手术风险不但很高 而且不能把他根治 医生把他脑子开了之后 有一些后遗症 因为脑神经外科手术非常的精密 有点小差错就不但没能解决问题 又带来别的问题 有可能行动出问题等等 他本来是别的原因开了他的脑 后来手术完之后变成每天癫痫发作 这次是吃药跟手术有可能是会有后遗症 尤其是跟神经很复杂的脑子相关的手术 他说主耶稣求祢的怜悯领到我 求祢的恩典领到我 求祢的医治领到我 念这个 一句恩高的话语 求主的怜悯 恩典领到我 保血遮盖 他请他不断的念这一句话 领受神的怜悯 领受神的怜悯 只有神可以把医生脑外科手术 出问题的状况整回来 恢复成神所造的样式 祢祢 或是 prosec緣尼领到我 這個女士也是癲癇、憂鬱症 焦慮症 所以你患癇、憂鬱症,你怎麼會失敗? 它是在控制 所以你做什麼? 如果病癇發作要怎麼辦? 醫生是叫他長期吃藥去控制 這是發作的時候手腳不受控制的發抖 並且不能移動、不能行走 不但有精神問題也有神經問題 精神問題和神經問題 我們是獨立的 你的自由了 神道水又送祂了 这也是一个54岁的弟兄 他的左边的膝盖做了膝关节跟公关节致患手术 但是手术完之后有后遗症 然后现在这一只脚呢 好像拨臼一样不连接 就是他的膝盖手术完之后 好像上半身 上半部的腿跟下半部的腿会分开 那因为手术过了 一身也没办法 那为什么说这个服饰很难得 第一个是因为这一类的是 组织现场得恢复的创造性的神迹 这一类的神迹都是非常极为少见 然后这个使徒 如果你今天第一次上来的话 我说一下 这是南非的使徒大卫彭苑 然后他这是平日的主日 有可能刚刚第一次上来的人 我说这是每个主日做这个事情 虽然有时候主日他不在 但是平日大部分的主日 他如果在的话 每个星期都有医治和释放 他会服侍登记的人 这不是特惠 这是每个星期都有 所以如果你们有条件去的人 不拘是不是年度特惠 只要你有条件去的话 他每个星期可以联系得好的话 他可以现场做医治释放 每个星期都有 这是严重的湿疹的问题 他全身上上下下很多地方 长湿疹 皮肤病 然后非常的痒 而且这个感染已经一年了 发现他任何药也压不住这个烧痒 皮肤病 然后同时他有这个气喘的问题 还有呼吸 睡眠呼吸中止的问题 睡觉打憨 常常是睡眠呼吸中止症 固 AJ 应该请问你的简直 如果您想看待你的简直 你应该接着你 感觉健康 你此以来 即是 看着她的膝蓋 站住 所以你自由了 這一個弟兄他左半邊偏瘫中風 中風就是已經半邊沒知覺或半邊癱瘓 那這一邊這個人糖尿病高血壓 他的右邊偏瘫 兩邊一左一右 如果是同一個家族 你們知道是那個家族性的問題 中風 偏瘫 請看 Watch as the man of God administers prayer in his life. Watch his reaction as the man of God is praying for him. Watch his reaction as the man of God continues to pray for him. 心中默默祈求主耶稣求你让现场的恩典也临到我,让我的一致的释放得祝福,不断的默念这一句话,就可以领受到现场服事时的恩告。 他不受时间跟距离的限制。 这几天有一些弟兄姐妹发见证说,在我们看直播这个视频的时候,他们有得到一些触摸或是有一些感触。 这是心脏病的。 对,有些人你在看这个视频,你会打喝欠或流眼泪。 对,我有流鼻水。 就是你正在被神释放。 这个恩典临到你。 他在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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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we are not together we are not together we are just having sex and become pregnant this young lady has brought her child who has come with a problem of lungs where is your mama she's not here my dad is in front the baby is saving secret is running the person that impregnated is not here let us learn from other people mistake let's not repeat what adam is they've done if you repeat what she has done your punishment will be ten times because you are saying look right now at a beautiful girl like this she is supposed to be pursuing her studies now she's carrying a baby she's a mother it's not that time to be mama learn if you don't learn from you know your God will punish you ten twenty fifty times you will suffer you know this使徒在说的是 这孩子这么年轻当了妈妈这不是他在学习的这个年纪应该经历的 所以我们父母和弟兄姐妹要注意身边的人要教导他们 要教导他们 有很多的在这个事工里面有辅导一些青少年的青少年有的人看这些色情视频的 然后使徒就帮助他们脱离这些未成年但是接触这些情欲的东西 影响到他们的生命还有发展 所以这十来岁的小孩生了一个小孩 他没有办法处理 就变成一个很重的负担 不然 用耶稣基督大能的名 抱着这个婴孩 用耶稣基督大能的名 抱着这个婴孩 请祷告 就是这个妈妈进入到灵里头了 所以她无法控制自己 所以请旁边的人把她的婴孩抱着 奉耶稣基督大能的名 使徒在解释说 她是恩膏水喷雾的时候 这个喷出来这个水雾 就是圣灵的分次 所以神的同在会在这些水蒸气水雾里头 就会带来一致四方祝福 不破 那使徒解释说当我喷了这个恩膏水之后 它会吸引天使过来服侍 当我们喷恩膏水的时候 这个水蒸雾里面的水雾里头 会有天使临到 所以你看使徒现在走过来的时候 座位左边这个姐妹就彰显了 他手上拿着那一瓶恩膏水 但是旁边的人有反应 因为神的同在是非常强 所以她在解释说恩膏水的效果 会吸引服侍的天使临到 然后他们会带来一致四方祝福 突破 就是替你征战 替你突破 你还要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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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是困难 因为它是困难 这些是什么 会发生 那些人会被害怕 如果我洗它 你会看一眼 你会看一眼 这是恩膏水 解释小小一瓶恩膏水 噴出来的水真物 会吸引天使来服侍 在圣经里面 耶稣也被天使服侍过 彼得也被天使服侍过 导罗也有 神的使徒 会带来一些使者 还有先知 你带来一个孩子 但是你就是这样子 那是个问题 这昨天有解释过 对不对 妈妈以为孩子生病有问题 但是问题出在妈妈 所以使徒说 要祷告的是 是你不是你的婴孩 因为这个是妈妈身上有嚼老 所以小孩生病了 因为这还是个孩子嘛 他也不是很懂事 这看起来就是个 十三四岁的小孩 瞪他 对不对 这个眼神不对 对不对 这个邪灵彰显 你们有看到吗 他的表情 不正常了 一个很不高兴的表情 对不对 这个生出来的婴孩 是只有六个月 小孩得自由了 小孩得自由了 现在是要针对这一个小妈妈 给她嘴里喷了一点恩高水 奉主耶稣基督大能的名 在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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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灵里头 深度祷告 深度服事 奉主耶稣基督大能的名 这魔鬼 这魔鬼想逃跑 一直往前走 魔鬼想静悄悄的走掉 那旁边这个是老母亲 使徒一边服侍这边的人 一边在注意 那个女孩 走过去 然后再把她抓回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am going to confess everything and let other youth learn from you. That will be a you seal your freedom. 使徒說,如果要徹底得釋放,你不願意認罪 就是說如果願意認罪,那就進一步得到釋放 認罪讓魔鬼的惡行無法隱藏 他就沒有權柄留在身上 饒恕跟認罪會讓魔鬼離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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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驕傲 就是 我們身為一個牧師 或神的 無人 但是我們不願意去低頭去找別人幫助我們 就會把問題越搞越大或越陷越深 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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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去尋求更厲害的人幫助的時候就被矇在鼓裡了 因為有很多牧師他內心的自尊心和驕傲 讓他們不願意到使徒的教會去尋求幫助 他們就一直被矇在鼓裡 他們就一直被矇在鼓裡 但是無法解決他的狀況 就是他願意謙卑所以來尋求使徒的幫助 於是他問題將會在今天就被解決掉 不會把問題留到以後 魔鬼說了喔 魔鬼來找這個麻煩是因為他過去服事很好 他的服事有果效 於是魔鬼就想要找麻煩 所以 使徒在前一個禮拜有說過是立約的問題 如果你這一個事工不是神 從異象告訴你立約的時候 你會服事到過程 發現財務出現困難 所以如果你是假冒神的使者來服事的時候 出了另一個問題 你好像不能榮耀神的名 反而讓神的榮耀和民分虧缺了 非缺神的榮耀 那就造成自己的損失 所以使徒說 服事神是為神服事還是為自己服事 或是你做生意是為神做生意還是你為自己做生意 是兩個不同層次的事 雖然你們來尋求我幫助說 我做生意想要有財富的祝福 但是使徒也很清楚 大部分的人你做生意是想要自己多賺一些錢 你沒有是想要為神賺這些錢 所以使徒說我就親眼見過 有些人他本來有幾百萬 他賺了幾百萬 突然變成 身無分文 Q就掉下去了 為什麼? 因為他的生命的問題 主靈的問題 他本來是賺很多錢的大富豪、大土豪 突然變成一個 所有財產都沒的破產者 就是被追債了 失去一無所有 使徒強調的是 如果你現在做一個生意很成功 但你不是為了神做的時候 那結局會不一樣 有可能突然 魔鬼也可以突然拿走全部的東西 就是使徒說 以我現在服侍的水平來講 沒有任何人可以欺哄我 或是欺瞞我 這是不會有任何人可以騙過我 因為他可以分辨 也可以有神的引導 很清楚的知道誰是為神 誰是為自己 他很清楚 我可以答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是第二階段 為每個人按手 這是平日的主日 有登記的人都能按手 因正的或不是重正的 有需要按手去登記 它會為你按手 前一次有分享過 有的人會被拍兩次 聖靈突然感動他要為另一件事禱告 他立刻又拍下去 第二次 就是有可能他的家人有需要被禱告 所以使徒就朝同一個人拍了兩次 這個使徒按每個人的方式不太一樣 他是按照聖靈的感動 他看見什麼問題 他按哪裡 所以有的人按頭 有的人按喉嚨下面 有的人是按膝蓋 有的人按脖子 有的人是拍手掌 所以每個人被按的次數是不一致的 不會完全一樣 因為他是完全知道聖靈現在引導他怎麼做 我們在看的過程當中 不斷地默念祈求 神的恩典也要領到我 不要錯過我 我也要領受我的那一份 不斷地禱告 求神联明我 求神恩典領到我 你就會憑信心領受到 你的那一份祝福 為神聖靈是要求神聖靈的力量 讓他們提到的 birthday 那裡面是憤怒的靈 所以彰顯也是憤怒的 昨天有分享過 有時候服侍一個鐘頭到兩個鐘頭之間 服侍者身上的恩高越來越強大 這是剛剛那個師母 這邊使徒大會再講解一次 如果你跟神沒有立約 但是你服侍神 就是沒有很明確的意向跟引導 你出來服侍的時候 會出現嚴重的問題 包括被鬼附 或是生病 那因為神是首約師慈愛的神 祂會持守祂的立約 但是有些人是根本沒有跟神立約 祂出來服侍 這是在前一週牧師特會和商人特會的時候有講過 無論你做生意或是你做牧師 兩件事跟神立約 兩件事跟神立約 那亞伯拉罕怎麼跟神立約呢 如果 雅各怎麼跟神立約的呢 那時候大家想一想 前一次有個講到是如何吸引神的祝福 如果我們可以賺得到世上的一切啊 你也可以做生意賺得全世界 但是你能夠賺得到永生嗎 沒辦法 這更重要的是追求永生 怎麼持守在神的裡面 我們也可以成為有名的大人物 但是沒有永生 因為你跟神求的事情 重點是你想要屬世的祝福 而不是尋求如何配得永生 他的意思是 持守基督徒的身份 持守不犯罪 持守在一個聖節生活中 屬靈生活中 跟神維持著一個聖節屬靈關係 你不但賺到世上的財富 同時更重要的是 持守這個永生 神的約定 那立約是聖經樓 就是你讀聖經的時候 神說這個這個這個 要遵守 要持守 現在幫這個師母做釋放 是別的教會的師母 出去奉耶穌的名 那使徒的意思是 如果這個狀態為了按守的話 可能很多人會受到嚴重的影響 當他自己沒辦法處理 這是牧師 倒在地上得釋放 尋求幫助的要點是 使徒重新帶著他建立跟神的關係 在提比耶穌亞或使徒到位的教會 有很多別的教會的牧師 來尋求幫助 非常多 包括那個發載 他也過來尋求幫助 那使徒現在求天父 聯名這位牧師 讓他得到幫助 聯名這個弟兄 得到幫助 使徒跟大先師有特殊的一個身份 是他可以替你直接向天父代求 就好像這個身份是 耶穌說 父啊求你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 不知道 所以 使徒跟大先師有一種特殊的身份 是他們釋放誰 他們赦免誰 誰就會得釋放得赦免 這是不同的權柄 是較高的權柄 可以求神親自來赦免他們 恩典就領到 所以我們今天能夠有生之年 能夠認識誰是能幫助我們的 如果最後我們不幸的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知道出路在哪裡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一開始要認識提皮約束亞 提皮約束亞交棒給這個年輕的使徒大衛的時候 我們一樣有答案 知道出了問題要找誰 這一點很重要 也是我們的特別的恩典 因為我們幾十億人 可能只有少部分的人知道使徒大衛還有提皮約束亞 可以在我們走脫無路的時候 找到解決的方案 這是神的莫大的恩典 所以你就有一個安全的底 知道萬一情況無法收拾的時候要找誰 這一點很重要 這就是為什麼提皮約束亞他上去以後 我們很急著要趕快找到誰能處理他能處理的事情 這就是為什麼很看重使徒大衛這一份事工的恩典 他的恩典或許可以超過提皮約束亞也不一定 因為他還這麼年輕 但是已經有這樣的規模 可以說是找了提皮約束亞 十到二十年 達到這個階段 達到這個階段 因為提皮約束亞四十六歲的時候 還沒有這個Youtube直播嘛 當時他還沒有隱瞞內力電視台 所以前主日直播要搞一個衛星電視 可能需要一年一千多萬的民幣這樣的預算 一兩千萬 現在有了網路直播之後 只要是神能夠做工的人 很輕易的就能在網路上被發掘出來 認識的人也會更快更多 就是資源已經很好取得 早年的話是大家自己摸索沒有網路資源 有可能現在剛信主兩三年的人 他知道的事情就比以前信主三十年還多 我們都是這個網路世代信主的人 是很有神的恩典 發採就是先知發採 有一個叫法扎儀的那一個人 也是住在南非 他跟使徒大衛很熟 所以他的教會運作 所以他最近都有在大衛這邊 另外一個大先知 來到大使徒這邊聚會 這個媽媽狀況比一開始更好 使徒會反過頭來服侍重症的人 他會反覆確認兩三次之後才會讓你回家 他是很仔細地服侍每一位 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個中風的兩個弟兄 不用擔心我已經為你們禱告了 一個攤左邊一個攤右邊 一個攤左邊一個攤右邊 那這是第二次回過頭來服侍 有可能服侍一個多鐘頭之後 使徒的狀態又往上了 他就回過頭來處理 剛剛有先處理過的人 看能不能進一步得到更深的一致 和更深的釋放 這就是為什麼經過一個多小時 他又回過頭來為這個人按手 這都是剛剛已經按手過的 他再回來確認 他一按他就知道 有沒有需要更進一步的加強 鞏固他們的恩典 可能有的人不知道 比較後面被服侍的人 領受到的恩典是比較多 就如果你參加特會 不一定要坐在最前面 有時候使徒服侍一個鐘頭 兩個鐘頭以後 他的身上的能力 會往上升 所以有時候 第一批服侍的人 沒有太多的彰顯 但是你看這一個聚會 進行到後面 彰顯的人會越來越多 動作越來越大 然後比較深的東西被揭露 長的比較深的東西 會在服侍比較後段被揭露出來 沒有預備燈油就進不來了 今天人很多 謝謝大家的參與 沒想到星期一 大家有這麼熱心參與 還有好多人沒辦法進來 那這 以後看神怎麼解決 因為現在上線是一百個人 可以來看這個直播 很特殊的服飾 就是沒有碰到人 但是倒下去 那師父說 他服侍每個人的時候 神就引導他也告訴他一些 這個人的秘密是什麼 所以有些事情 他會交代他們 聚會結束以後 私底下跟他們說 神知道每個人的狀況 這是很重要的 有時候是藉由預言 告訴你一些事情 然後讓你有信心 因為你知道 這個事情 我第一次來這個教會 從來沒有跟這個教會 任何人說過我的狀況 但是這個使徒或先知 說預言的時候 你信心就提升了 知道 神知道你的問題 已經交給使徒先知說出來 使徒說 祷告來來回回 他不是來來回回 使徒也知道誰還沒有預備心 他還沒預備領受 所以為他祷告還沒有用 然後等到這個人 他看到其他人得意志得釋放 他自己的心打開了 他回過頭來為這個人服侍 他能夠領受的更多 因為我們在現場 或看直播 你的信心是一直往上走 你看了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你的信心水平不一樣 所以兩個小時之後 集體禱告 你的接受度 領受的程度會很大 你就能領受的 你直接跳進去 集體禱告 來得更好 你站在那裡 看你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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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問題 吐了 吐了 我希望你們 待會兒結束的時候 你來找我 有些事要私下跟你說 有些事不能公開說的 他在私底下跟他講 請待位子的人記下來 然後待會兒結束的時候 帶他們到小房間裡面去講話 我們下 本週日 本週日晚上七點會直播 因為上一個週日就是 昨天使徒請假一天休息 他的門徒上台講的到就結束了 所以你去參訪的話 務必要讓當地 知道你要去參訪 否則 他沒有告訴你 使徒哪一天想休息的時候 你去了會白跑 那像我們這邊 這個星期 就是使徒 14號 1月14號 一樣晚上七點 那你如果想要下午一點 就進來也可以 就前面敬拜六小時 1月14號 我還會在群裡通知 1月14號 我還會在群裡通知 還有晚上的直播 是現場直播 有100個人的話 我們請那個 姊妹來翻譯 請榮榮姊妹來翻譯 請榮榮姊妹來翻譯 這 後面弟兄 前面綠色衣服 姐妹 兩個人都被醫生開過刀 但是沒有好 所以使徒說 這個問題來尋求神 就對了 讓神幫你解決 有些是鄰國的人來這邊尋求醫治 他們說一些非洲當地的當地語言 那因為這個部落方丹以前是來所託國家裡面的一部分 後來南非搶過來 所以他們的語言是相同 只是現在是不同國家 語言是一樣的 好像這種狀況的話 這不能一個人住 得要有人照顧著 使徒說這是家族遺傳的疾病 那是世代都有這些問題 家族的邪靈 家族的咒詛 並沒有破綴 這使徒現在用眼睛帶服飾 就是盯著他 把這個光投射到這個人身上 我們1月4號下午2點開始直播 前面的敬拜就不翻譯 然後到了講道的時候開始翻譯 你看看他的現在效尾 看他會動 看他為了她動的 按摩 看一下 谢谢大家 感谢主 这个弟兄和释放 昨天有讲过比较难处理的 如果最后搞很久 会把他带到胎前 那是恩膏最强的地方 最后处理 就到前面去排队 使徒发现有吸毒或抽烟喝酒 赌博或犯罪 针对这个青少年特别做释放 因为年轻人他有可能犯了一些严重的罪 所以使徒使徒使这些犯罪的邪灵弄走 不然可能这个小孩子 他会去结伙抢劫 杀人等等 可能会犯下滔天大罪之前 把他这个身上有犯罪的念头处理掉 这个犯罪冲动是邪灵引起的 这个孩子哭了 他知道他好像人生跑马灯 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他吸毒 使徒说这个人吸毒 他熬悔的眼泪 神秘不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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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這孩子的媽媽務必要看好你的孩子 有很多父母忽視了他們的小孩 他說有可能你忙著賺錢 但是做生意你的小孩出問題 雖然你做生意有賺到錢 但是你孩子出事你沒有平安 就這樣沒有平安 你有可能你很專注去賺錢 但是小孩學壞 但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繼續 父親要求他們 求主赦免他們 求天父赦免他們 那小孩吸毒 但是他媽媽有做生意賺錢 沒有空離他的小孩 所以有可能最後下場是很痛苦 人們需要學習 你不能從猴子 女人必須從別人的錯誤 你不能從猴子 女人必須從別人的錯誤 你不能從猴子 女人不斷從別人的錯誤裡學到教訓 從別人的失敗當中學到教訓 從別人的失敗當中學到教訓 所以你們是自由的孩子 謝謝 感謝主 這個孩子 得釋放我 這就是 最前是 這一天的講到的主題是 我們要拒絕被冒犯 一直是饒恕的問題 还是讲迪比耶稣亚的重点 老术的问题 就说,如果你很看重你的婚姻 某些事情 丈夫、老婆不喜欢你就立刻停 免得这个婚姻破坏了 后来你要花更大的力气去恢复这个婚姻 所以怎么做呢? 饶恕就是夫妻彼此饶恕 一开始 矛盾、冲突就饶恕 永远保持饶恕,问题都不会扩大 然后我们出去 社会做人处事,遇到很多的 冒犯,我们一律饶恕他们 问题就会 立刻解决 饶恕是谦卑的体现 常常TPSR分享 饶恕饶恕 那50%可能讲到就 常常提到 饶恕的问题 这是主导文里面 求主赦免我们的罪 如同我们饶恕别人一样 他是这个意思 求神的恩典之前 先饶恕别人 徐英说他热的都出汗了 对 有的人可能会感受到 身上有 彰显 如果你服事一直看有一直念口诀 口诀就是 求主拿走更多我的 给我更多你的 不断的念 不断的念 你回放 有 分成六 六集吧 如果昨天晚上的 发出来会分成六份 每一份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 如果把那六份看完 可能是两小时 你在看的过程不断的念 求主拿走更多我的 给我更多你的 不断的这样念 按照TPA书亚跟 使徒大卫教导那个口诀 你念了的话会 加深你的医治释放 也会加快进程 明年 可能 应该2024吧 会 发这个手练 这个是 辅助的一个功能 就是如果手上有个东西 拿着一支鼠一直念的时候 会增加信心 这牧师夫妇得释放 知道了 谢谢 他们来寻求帮助是 睿智的选择 睿智的决定 因为趁着问题 编更大之前 赶快来找一个 更厉害的神人 替他们 摆平这个 邪灵 抵挡教会的问题 那这个邪灵 发现你跟 使徒大卫 或TPA书亚有关系 他不太想来跟你找麻烦 这就是为什么 你去一趟见面 三分情 仇敌也知道你认识 使徒大卫的时候就 敬而远之 这是第3阶段 这是第3阶段 没有完全释放的 在这个阶段处理 我前几天有分享过 一个 看他们的穿着暴露的 通常有问题 就是正常的你上教会不会这样穿 但是某些人穿的特别暴露 那 可以按照经验判断 他身上有鬼附 或是染 头发奇怪颜色 或头发 髮型非常奇怪的 或指甲涂 奇怪颜色的 通常有鬼附的现象 这是 总结 应该有20多个人没法进来 他们在QQ群说进不来了 问这魔鬼对他做了哪些事 这魔鬼不肯说 你第一次来对不对 从来没看过我对不对 他说这个脚有问题 他第一次来 但是非常非常养 他是偷偷的观察 坐在后面 被使徒抓出来 不是 是路过的 Ut— 这是很特殊的情况 使徒 发现 路过走进来看的人有问题 他就一起服侍下去 然后这个人他知道 这不是普通的教会 他很诧异使徒知道他左脚有问题 这个红衣服的男子 他很诧异使徒 他坐着的时候使徒说他左脚有问题 他并没有跟教会的任何人说 他左脚有问题 你对他做了什么 你是谁呢 这是失败的邪灵 他这个邪灵名字就是叫失败 让他做什么事都失败 不论他怎么用力的祷告 就是会让他所有的事都失败 大声点 说 他说的是方言 他说你以为这个左脚疼痛有问题 对不对 但是你左脚里面这个邪灵 想要把你的工作事业毁掉 然后这男的非常的差异 因为使徒说左脚痛的问题是跟他的事业失败有关 这个是一个启示 就是有时候你身上某个毛病 会跟另一件事情有连结 比方你的婚姻或你的事业或家庭 或者某些地方疼痛是魔鬼正在弄你的财务问题 这魔鬼显显出来 我不用听魔鬼说他干了什么 所以使徒说他现在这个级别是 魔鬼还没有说他们做了什么之前 使徒会先知道这些魔鬼做了什么 所以使徒知道他身上还有一些东西的时候 才会去打他的左脚 所以这个魔鬼彰显说他是行邪术的 跑进来 无私行邪术跑进来这个邪灵 他说我们使徒的工作很特殊 是不但找出你的问题 还要说出根源是什么 说方言 但是使徒知道他做了什么 那个邪灵 想要拦阻他的事业 然后这个邪灵很生气就是 邪灵生气说使徒把他们搞破坏的秘密都讲出来了 魔鬼计划失败 没有得逞气呼呼 所以我们会选择 就是徒事有两种 一种是神靠着我们做什么 还有我们靠着神做什么 两种不同层次 他说这个服事是神自己做 所以是我靠着神做什么 他说不是我为神做什么 而是神用我 在做一些事情 他问了旁边这个人 你好吗 那使徒对着黄色衣服 这个坐在中间的人说 结束之后你要找我 我有事要跟你讲 是说预言的恩典 他是临时被点出来说 我也有一言要跟你说 所以有可能 特殊情况是 他没有登记要被服事 但是使徒看到 好像神有话要对他说的时候 就会请带位子的人登记下来 结束之后去找他 然后现在说说 这个姐妹有一些罪没有认 所以没有办法的释放 如果她要彻底的释放 她要到台前去认罪 认罪 看着我 今天信息主要讲的是饶恕 所以属灵生命很重要的是 警醒祷告 那弟兄进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躺在那里睡着了 神对我们每个人下了一个命令就是进行祷告 是每个人都必须进行祷告 不是一个人 不是牧师使徒限制进行祷告 是神命令每一个人进行祷告 是因为无处不在隐藏着各样的危机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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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得不明不白 莫名其妙 梦到一个很奇怪的恶梦 怎么来的 她说因为你如果没有进行祷告会遇到各样的攻击 但是那陷阱和困难麻烦无处不在 你要进行祷告 邪灵说是古老的邪灵 从他爸爸那一边来的 古老的邪灵 你的家族里面有精神疾病 自带的做主 精神病 她说是的是的 我们家族的人都有精神病 她说这预言没错 家里的人都有精神疾病 要奉耶稣基督大能的名 传递恩高 解决他家族的咒诅 得自由了 他说这个弟兄呢 工作的时候非常的投入 但是他从来不好好睡觉 现在他来教会神叫他睡觉好好睡一睡 所以这弟兄躺在地上就睡着了 是神要他睡着 魔鬼说从小就进到这个女人身上 然后要他一些小孩出问题 我说你必须离开 你必须离开 说的是地方话 这台前 17阶段服事 恩高最强的时候 强逼这个魔鬼离开 奉耶稣的名 但是这个姐妹似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她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怎么了 为什么会在这里 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因为刚刚邪灵彰显的时候是断片了 好像喝酒醒来 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你刚刚身上有邪灵 她说你的小孩呢 她说你生命当中做了许多很过分的事 对吧 那你自己晓得 她说今天你是谋神的恩典 所以得救了 持守很重要 她说鼻子上面打了一个洞带钻石不行 会有问题 这是你妻子吗 她说这个鼻子上不能带任何东西 有金属环或是钻石 对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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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小孩都过来 她说 哦 你只是这个妻子做了许多过分的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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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上有刺青 那使徒说预言 因为她衣服没有脱下来 但是使徒说你身上你跑去刺青 為了追求什麼 時尚 然後這個慈情有時候會引起魔鬼進來的破口 古老的邪靈是父親那邊的 想要毀掉他任何事情 使徒大手一揮 當場倒地 魔鬼就命令他離開 這個魔鬼求饒 跑假還假 父啊 求天父你來親自釋放這個死於你的兒女 這魔鬼不想走 來商量商量 因為這是在他們家族非常古老的邪靈 世代代都住在這個家族裡頭 不想走 敬老尊賢 你看我看你這樣 你的問題 你的問題 可能會在你的手 另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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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眼 任何部分 你的身體 所以我來看他 我問我 這是你的腳 他說 是 這位是小命 我問他 這只是使用在你 在你 在你 從開始 我問從開始 你當孫子 你會把你持有的 使徒说呢 他解决这个问题是找到了根源 说从小这个男人 他的左脚被魔鬼抓住了 意思是想要他长大之后 做什么生意都失败 命令这魔鬼立刻出去 用强制的方式让魔鬼出去 你是他的妻子吗 你的妻子也有问题 他说夫妻出问题 撒旦很高兴嘛 在夫妻婚姻问题出问题 撒旦坐在那边打鼓庆祝 就是先生有问题 常常妻子有问题 两个会同时出问题 因为有睡在一起的话 就会传递 你的右脚有刺青 也是刺青引起一个破口 你是谁 你必须离开这个家族 你必须离开这个家族 musst不玩 你不想要! associer 请 Listening 你不想跃 这些不想跃 那怎么做呀 你不想退出 再说什么想掉 这个魔鬼 承认他做了什么 去谁 去 弃之外 從婚姻和這個家族當中出去吧 夫妻婚姻出問題 事業出問題 家族有咒詛 可能幾百年就有這個問題 你們得自由了 現在如何 現在沒毛病 你們是第一次來嗎 他說上次有做生意的朋友來了 跟我們講這裡 要做生意可以蒙福 結果他們是來求財務的祝福 沒想到被趕鬼 其實那個魔鬼趕走之後 他們的財務祝福就會領受得到 因為攔阻,阻去了 問題抓到了 魔鬼被逮捕 這是靈裡頭的問題 你要做生意可能尋求各種方法 沒辦法突破 做生意這件事情 跟這方面有很大的關係 靈裡頭有攔阻 你會做生意? 那你會說你會擰攔阻 你會擰攔阻 很多的感覺會擰攔阻 擰攔它 擰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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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會擰住嗎? 我們從位裏 這是本地人 但是他們一直不知道這裡有一個教會 因為這是 但是在這個城市的郊外的放牛的地方 所以一般人不太知道這個城市有這個教會 但是這使徒說呢 他們的問題三個月之前早就知道了 然後使徒有跟他們說三個月之後你們還會回來做見證 會出一些問題 所以你們是自由了,謝謝 你得自由了 這最後一批釋放完了,這個人還在睡覺 睡夠了沒有 如果要起來的話,使徒給他一個指令或命令 他就可以醒來 要繼續讓他睡 這個弟兄平常忙著追求他的做生意 從來不好好休息,然後神就讓他進來教會睡覺 好好睡一覺 很久沒有好好睡一覺了 為什麼他要過這種生活呢 他追求不是正確的追求的方式 他追求賺錢,但是他不願意好好休息 他追求賺錢,但是他不願意好好休息 我現在想要把這個 他現在想要把這個 你身体出严重的状况之前 一个使徒先告诉你说 你的身体哪里出了问题 一个是可能你赚了很多钱去追求 但是生病了去找医生 没有问题,没解决 另一个是他平常就追求神的事情 然后使徒告诉他 你要休息 避免某些问题,身体的问题发生 这样是更有福,不是吗? 所以我们宁可认识一个很好的使徒 不是说我们要认识赚很多钱的人 带你去找很好的医生 忙碌的弟兄,起来咯 你很忙啊 你好吗,忙碌的先生 他的身体想要休息 但是这个弟兄不让他身体休息 所以这个 他不肯休息,但是身体已经受不了了 所以神就让他在这边睡一觉 你终于无法工作 因为你没有什么要给 留下的时间就是领受的时间 提比耶稣亚有说 这个使徒重复一次 休息的时候是在领受 你的休息就是恢复 你的休息就是在领受 你有付出的时候 你也有领受的时候 所以你必须注意的休息时间 该休息也要休息 超额工作 超时工作 你是想要多占一些钱是吗 他说是的 得获财的能力是神给的呀 你瞎忙没有用啊 你可能不愿意休息多赚钱 但是瞎忙没有累积到财富 他说我们求神祝福你 祝福有了 钱就没问题 就身体累坏了 就是闹警讯 我们会让你睡 因为你太忙碌 然后神就强迫他休息睡觉 他说你不休息 所以身体软弱了 软弱之后 鬼附了 这问题就是这样 休息不够 身体虚弱 然后鬼附了 所以经常睡眠充足的人 比较不会有这些属灵问题 赶走这个 瞎忙不肯休息 对不对 工作狂是邪灵 工作狂是对他的收入没有安全感 所以不停的工作不愿意休息 是一种忧虑 命令魔鬼离开 太朗和太忙都是毛病 必须现在就离开 离开他的身体 这也是一个老头子附在他身上 一个年纪很大的鬼 再也不可以回来 离开他的身体 永远离开 奉耶稣的名 我问这个魔鬼为什么不肯离开呢 出去了 出去了 感谢主 最后在台前是顽固的鬼才会搞到台前才能弄出来 感谢主 无事结束了